你好我是劉奶爸 今天買了一個軟體啊 應該說一個教學課程 那個教學課程我覺得蠻超值的 怎麼超值呢 一般我要介紹別人 我要推廣一些東西給別人的時候 我有一個原則 就是我自己一定是先用過才會去推廣 我不會因為那個 佣金高的東西我就去推廣 我一定是用了覺得很不錯的 我才會去介紹 那我今天跟這個 魔術師他叫陳徹達 我覺得他蠻不錯的 就是他做了一個 課程就是行銷美工 魔術盒啊 那這個行銷美工魔術盒的 這是他的銷售業 我們先看一下他的銷售業內容有哪些 他跟你講說 這個銷售文案美工課程 將徹底改變你對行銷美工的看法 的確我這十年來遇到很多 朋友他們說 那個網站要做 因為他們學了我的架站課程 大概四個鐘頭就可以把自己的網站架起來 這是很簡單沒有問題的 因為我教他們很多簡單的方法 甚至一些免費的方法 但是要怎麼樣讓網站漂亮 就是很難教的一個部分 為什麼呢? 因為美工這個東西 本來就是很主觀啊 那還要會Photoshop這些美工軟體 才能夠把網站做得漂亮 可是你即時會的軟體啊 你如果不懂這些圖片怎麼去搭配啊 你也很難去 譬如說配色 或者是一些編輯 把它搭配得很漂亮的圖片出來 那最快的方法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找一堆範本來修改範本 其實是最快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 你要怎麼樣做出這麼一個漂亮的 銷售文案 這個漂亮的銷售業 其實他就是用一個方法 就是大量的去購買國外的美工圖片 國外的美工圖片 PSD檔就是Photoshop的原始檔案 等一下我會示範給大家看 我怎麼去操作這個原始檔案 那他就可以做出一個這麼漂亮的銷售頁 這些漂亮的銷售頁 那他也講到說 他花了97塊美金 去買一個optimized place 這是一個wordpress的外掛 然後想要做出一個漂亮的銷售頁 但是做出來都長這個樣子 還是醜醜的 因為這個我有用過 這個optimized place 這個wordpress的外掛 他是讓你做單一頁面的銷售頁 沒錯 但是美工的部分 你還是要必須自己處理 那你處理出來的效果 如果美工不好的話 就變這樣子 還是很醜 對不對 還是很醜 那怎麼辦呢 所以他這邊就有提供很多美工的資源跟技巧 那當然這個 你看完這頁你就會知道說 其實他這頁 我覺得做的還蠻漂亮的 那一般我之前問別的網路行銷老師說 你們有沒有外包 他說外包有啊 作意要多少錢 他說一萬塊 然後我覺得 哇又不是做一個網站 只是一個頁面而已 就要一萬塊 他說對啊 因為你看這個銷售頁 這麼多美工圖片 這麼多美工圖片 還有美工的文字 這些東西你請設計師去做 怎麼可能一萬塊以下會做得到 後來我就再去找更便宜的 譬如說學生啊 去製作像這樣的網頁 他說差不多要五千塊 做這樣一頁 這樣一頁銷售頁 這樣要五千塊 那我想說那不得了 那萬一我今天 一個產品就要一頁的話 那我十個產品 一頁算五千塊 十個產品就五萬塊 那我不可能這輩子只賣十個產品吧 那我要一直做銷售頁 就要一直花錢 那怎麼樣 我就想說那怎麼樣 可以讓自己做一個漂亮的銷售頁 不要委託他人嘛對不對 好 今天這一個陳徹達賣的這個東西啊 這個課程啊 我覺得蠻不錯的 就是他有送你銷售頁的模板 懶人包 就是像這樣的銷售頁 他已經給你的 那你只要去修改這個文字就好了 像這個文案寫作方程式啊 這個書籍的封面文字 你都可以自己改 我都可以自己改 那然後他裡面有這些 第一單元就是行銷美工觀念獎座 我直接進進入我已經購買了 我已經購買了 我直接進入那個課程裡面給你們看好了 好 我購買之後他裡面就有六個課程嘛 第一個是六個單元啦 那第一個單元就是美工的觀念 然後第二個單元就是 Photoshop的速成秘技 欸這個蠻有效的喔 雖然我自己用Photoshop用好多年了 可是 有很多人他學Photoshop都 覺得很難 然後 然後一方面還有這個 操作面啊 蠻複雜的 像他這麼多按鈕啊 蠻複雜的 可是他的教學裡面有提到 就是用一些簡單的方法 像這樣子 一些簡單的方法 好那打開來之後呢 他就有很多 小塊小塊 你可以這樣點 他這邊就會顯示 你看 這個打開之後 其實他是一個有透明度的 後面這些 隔狀是透明的 放大好了 哇那麼大 好你看 這是有透明度的 隔狀這個是有透明度背景的 叫做這個名字的東西呢 他是指這裡 然後你就可以去修改裡面的東西 點一下 這邊 點一下 這邊 好那為什麼要講這個呢 因為 對 第一個 移動公開 你看可以這樣子 移動 你可以看到這邊沒有動到 所以連裡面的文字也可以修改 好 我再把它縮小一下 接著呢 Photoshop工具基本介紹就有教你怎麼去修改這些裡面附的範本圖案啊 好像這文字啊都可以修改啊 所以很快的你就可以把你的銷售頁修改改改就改好了 好然後第三單元呢是這個電子書的封面製作指南也是他已經提供好多這個圖庫然後你只要修改文字就可以了很方便 那還有文案的寫作方程式我覺得這個蠻不錯的就是他提供了很多讓你在很快速的時間內就學會怎麼去這邊59分鐘嘛大概一個鐘頭你就可以去學會怎麼樣做一個好的文案很棒的文案 那比你去上作文課 像有人問我說我的文章寫得不錯是要練習多久 我說我練習好幾年耶 我光是寫blog就寫好幾年了 他以前小學跟國中的時候我都在寫作文啊 老師逼著我們寫作文那時候要練考啊 那你如果要速成的話真的沒辦法啊 作文這種東西沒辦法速成就是要天天常常寫啊 不見得要天天寫啊 那但是你在做銷售文案的時候你不一定要學這麼久 所以你可以根據這裡面的很多重點去寫一個銷售文案出來 不用花太久的練習時間就可以去寫出不錯的銷售文案 我覺得這個我可以推薦給大家 然後這個懶人包就是我剛剛講的 這個懶人包點進去看一下 這個懶人包就是告訴你說 他裡面有很多已經做好的範本 這邊PSD檔我等一下打開給大家看 因為我已經買了我已經下載了 給大家看一下 在這邊 好在這裡齁 為了證明我有買給大家看 這是我下載完之後 然後解壓縮的 你看齁 這邊有 行銷美工魔術盒 還有這個行銷美工魔術盒銷售業的PSD檔 PSD檔就是Photoshop的原始檔 他有分成很多圖層在這裡 我已經解壓縮了 我把它點開給大家看 這原始檔 然後我用Photoshop把它打開給你看 這個就是它的原始檔 然後你會發現 什麼叫做原始檔呢 原始檔就是你看 它有很多 很多個圖塊 你看很多圖塊可以你自己去編修 自己去修改 自己去修改 然後甚至連裡面的那些文字 它都有提供你原始檔 可以把字改成你的 它幾乎裡面提供的全部都是原始檔 PSD全部都是原始檔 隨便打開一個 你看這個header 有沒有 這個整個銷售業的原始檔都有給你 所以以後你要自己做銷售業的話 是不是快很多 像我以前要做銷售業也是 哇好麻煩喔 一下子要去抓這個圖 一下子要去抓那個圖 然後自己來修改 因為我們不能盜用別人的嘛 你總要把它修改成自己的啊 那這邊有提供很多 已經是授權的 國外授權的範本給你 而且它有提供這些圖庫的來源 我覺得蠻不錯的 你可以很放心的去使用這些 但是你沒有轉受 轉受這些原始檔的權利 你只有使用它的權利 那你使用它 不管做幾個網站你都可以使用啊 很棒 因為這個跟國外買其實都還要幾十塊美金啊 也不少錢了真的 然後它還有跟你講說 你怎麼去編輯這個網頁 它有一個網頁編輯器 叫做NVU 這個好久以前就有了 這個免費軟體喔 你不需要用Dreamweaver 或者是那個front page 不需要 用這個NVU就可以了 那這邊也有提供教學 怎麼去用NVU的軟體 去修改 修改 修改網頁 然後怎麼樣用那個Filezilla的FTP軟體 上傳到網頁空間去 好 講到重點了 上傳到網頁空間 我相信有很多人 並沒有購買網頁空間 譬如說 在那個 虛擬主機公司買空間 大概一年都要三四千塊 對不對 今天呢 如果你購買這個 這個軟體 這個課程的話 牛奶爸就送你100MB 送你100MB 免費 送你100MB 讓你用一年 好不好 讓你用一年 那你就 100MB好少喔 我跟各位講 像這樣的一頁銷售文案 像這樣一頁銷售文案 連10MB都不到 可能連連3MB都不到 因為一張圖片 了不起只有幾十K 了不起只有幾十K 所以 100MB綽綽有餘 而且是送你的 用一年了 已經夠本了啦 保證你錢可以賺回來 那還有什麼課程呢 再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好 製作方面 剛剛講過了 寫作方式 還有懶人包 欸講完了 第六個重點就是 他送了很多圖庫喔 超棒的 很多圖庫喔 價值一萬五千多塊的圖庫喔 好 啊這個銷售月 你們就自己看啦 我這邊就不講了 我主要講說 我要送你的贈品是什麼 那你怎麼取得這個贈品 這個最重要喔 你怎麼取得我給你的 虛擬主機空間 一年使用權的贈品 好 在這邊 如果你購買了的話 在這個銷售月 如果你按yes 投資我自己 你購買了這個課程的時候 你會進入這個付款 頁面 重點來囉 付款頁面 如果你是用 8997去購買 你使用信用卡付款的話 我會知道 你的確是透過我的連結去購買的 那如果呢 你是使用ATM轉帳 我當然就不知道 你是透過我的介紹去購買的 所以 你要怎麼樣讓我知道呢 就是在底下填寫 備註的地方寫上 流奶爸三個字 好 然後這邊寫上你的姓名 Email 電話 你的轉帳後無碼 備註記得寫流奶爸三個字 這時候呢 我就知道要開通虛擬主機給你 然後呢 我會給你一個網址 讓你去填寫 申請表 填寫申請表 好 申請表長這個樣子 流奶爸的付費學員 可申請一年期免費100MB的網頁空間 網站空間 然後呢 填寫你的資料 申請合可後 我會發送也沒有通知你 如果你沒有購買專屬網址 可使用我提供的 oo.photolife.co這個網址 這個是我申請的 那前面呢 就是你可以填寫的 我就會送你一個這個網址 如果你自己沒有專屬網址的話 唉呦 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有自己的專屬網址的話 那更棒喔 你可以填寫你自己的專屬網址喔 不需要用我給你的 因為你想要做品牌形象 用自己的品牌網址是OK的 那你只要到下面這個欄位來填寫就可以了 就是你要申請的帳號跟密碼是什麼 因為ftp 網站空間 虛擬主機網站空間 都要有一組帳號跟密碼 對不對 所以你自己去命名你的帳號跟密碼 那我就會用你的帳號跟密碼 去開通一個虛擬主機空間給你 然後寫上你的姓名 性別 申請日期 你的手機號Email 還有你的臉書個人網址 因為我要確認你是你本人喔 你如果沒有臉書的話 那麻煩你用一個臉書網址給我 申請一個臉書帳號 那我這邊有告訴你說 怎麼樣去把網址給我 就是你上臉書點你自己的名字 點你自己的喔 不要點我的喔 點你自己的名字 然後呢 把這個網址複製給我就可以了 複製給我 然後貼到底下來 臉書的個人網址 這樣我就會知道你是誰 我會去看喔 我會去看你真的是透過我的連結去買的 我才有辦法送給你喔 好 然後你已經購買的網址 如果無就不用填 如果你有自己的專屬網址 OK 你把DNS的AZ路指過來 我這邊會幫你設定好 或者是我可以教你怎麼設定 OK 然後如果你想使用的網址是什麼 如果你沒有自己購買的網址 你可以使用我給你的網址 這個圈圈圈就是打上你自己的網址名稱 不要打中文喔 要打英文 拜託 打英文齁 就圈圈圈.photolife.co 這個剛剛上面講的 圈圈圈就是你的網址 然後photolife.co是我給你的 OK 好 然後檢查碼就輸入這個247505 不是 這每次都會換啦 這是random的 這是亂跳的 你要輸入然後送出表單 這樣子我就會知道了 我就會幫你開通 那開通完畢之後呢 你就可以依照 這個課程裡面 剛剛這個課程裡面有教 怎麼去上傳 這邊 有教你怎麼去上傳你的網頁 這邊 而且它有上傳軟體 FileZilla上傳軟體 你可以下載回去使用 那 你就可以把它上傳到 我提供給你的虛擬主機空間囉 很棒吧 好 現在趕快 真的很便宜 很便宜 真的 而且它提供好多贈品 我已經買了 我才介紹給大家 趕快去購買吧 我送給你這個主機空間呢 是可以架設Wordpress的這個當紅的架站軟體的一個空間喔 所以如果你們想要學習Wordpress的這個架站軟體的話 我可以直接送給你們這個Wordpress的安裝教學 那我不只是送你這個可以架設Wordpress網站的空間 我還送給你怎麼樣架設Wordpress網站的教學 還有怎麼設定Wordpress網站的這個教學喔 好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這個空間我們還會套用到這次這個銷售業的安裝方法 那我秀給大家看一下齁 如果你們已經申請完畢之後啊 你們要怎麼做設定呢 很簡單齁 你就輸入你的網址 譬如說這個是我自己的網址嘛 那前面改成你們自己的名字就是你們的網址嘛 如果你們沒有自己購買網址的話 用我用我提供給你的話 那這邊是可以自行指定的齁 好 那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要先去這個地方齁 你可以按冒號888 登入一下 那你這邊就輸入你自己的帳號密碼 這就是你申請的帳號密碼 然後登入之後呢 在網路硬碟的地方 好 然後你點一下三個W 好 就在這個地方呢 這個是我安裝Wordpress的目錄 然後你按一下這個 鉛筆 編輯一下 這邊勾選寫入權限 然後更改目錄以下全部 然後按確定 這個動作呢 就是將這個資料夾 我點進去給大家看一下 好 這個就是它裡面的目錄 那我們剛做那個動作呢 就是把這個檔案屬性改成 可以讀寫 可以寫入的意思 因為你如果要安裝Wordpress的話 一定要改成可寫入的檔案 它才能夠去變更它的設定檔 OK 那裡面呢 我會建議大家去新增一個目錄叫HTML 我這邊新增好了HTML 怎麼新增呢 你就在這邊打HTML 然後這邊按建立 那它就會建立一個目錄叫HTML的目錄在這邊 好 那一樣呢 你一樣是把它點擊這個 編輯 鉛筆的編輯 然後按寫入全線打勾 好 那這個目的是什麼呢 這個HTML的 這個資料夾的目的就是要讓大家去擺放 這次你得到這個 行銷美工魔術盒 的一個網頁 銷售業網頁 因為那個銷售業網頁呢 它是純HTML 就是它並沒有寫PHP的程式 這個你可以不用了解啦 反正 這個Wordpress它是有很多PHP的程式嘛 對不對 因為它會提供很多後台的功能 那純HTML的這個資料夾裡面呢 我把它點進去 裡面目前是沒有東西的 我們就是要來 放置那個 行銷 行銷業 那個銷售業的 的網頁用的 那 到時候呢 你會發現 你的網站啊 好 你的網站如果只是打這樣子的話 然後 你會跳出 Wordpress的網頁 那 因為我還沒安裝 所以這是安裝的第一個畫面 你們看完那個 Wordpress教學安裝就知道了 那如果呢 你按斜線 HTML 等於說多一層目錄了嘛 你按Enter 你會發現 目前沒有網頁 它會寫forbidden 沒有網頁 好 那在那個 課程裡面呢 它有教你說 怎麼樣利用FileZilla那個軟體 把網頁丟上去 那我現在呢 可以直接先教你怎麼丟 你看一下 我先去把這個FileZilla的軟體打開 這個在課程裡面有教你們了 然後呢 這邊去 我要告訴你們的就是說 虛擬主機你們可以不用去外面買了 就是我送給你們一年份 100Mega一年份 好 那 如果你們想要需要的話呢 就 在私底下跟我講 好 那我再算你們很special的價格 好不好 然後這個主機呢 就是填寫你自己的 你自己申請的 網址 自己申請的網址 然後帳號密碼就是你們申請的帳號密碼 還有你們自己定義的密碼 帳號跟密碼 然後呢 你就按快速連線就可以了 好 記憶密碼確認 好了 快速連線之後呢 右邊就是會看到 我給你們的虛擬主機的網站 網站跟目錄 網站跟目錄在這邊 三個W 點下去 的 Wordpress底下 Wordpress底下 有沒有 那 這一個 HTML就是我們剛剛新增的嘛 對不對 那你把它點兩下 裡面沒有東西 對不對 那這時候呢 你把那個你自己做好的 銷售頁丟上去 這個他教學裡面有教 好 我現在是先講給你們知道一下 怎麼樣利用我的空間 我送給你們的空間 去呈現出你已經做好的銷售頁 那我剛剛的銷售頁呢 我找一下 好 如果你們已經下載了 Chris的教學網裡面的 HTML 還有這個BSD 如果你們銷售頁都做好的話呢 你們就會有一個資料夾 好 這個HTML裡面呢 他銷售頁就包括一個 index.html檔案 還有他的圖片 你看這些 這些圖片 這些圖片都是在他的那個 銷售頁網站裡面嘛 對不對 因為一個銷售頁裡面就是包含一個 HTML檔案 還有一個 image的資料夾 因為image的資料夾 就是這個網頁裡面的 網頁裡面的圖案 我把這網頁點開給大家看一下 好 有沒有 你會發現我是放在本機喔 File 我的G槽 並不是HTTP的網頁喔 因為他有讓我們下載嘛 所以其實這些都是下載在我本機喔 那我 如果都把它修改完畢之後 這些東西修改完畢之後 我要上傳的話 我就把它丟在 把這個index image 跟css css是控制到美工 版型的一個語法 那你這三個檔案呢 就把它選起來 然後把它 拉進來 我給你的空間 好 拉進來我給你的空間的 HTML知道夾的底下 好 到時候網站呢 就會變成 好像已經結束了嘛 我把那個網站打開給大家看一下 好 剛剛這個地方有沒有 service.php 對 對 photolife.co 這是我給你的網址嘛對不對 然後 底下打HTML這個資料夾的名稱 然後按 enter 有沒有 現在這個已經放在Internet的上面囉 已經不是在我本機囉 因為我剛剛已經 打進來這邊了 好 這個就是我的給你的空間 虛擬主機的空間 好 這樣網站就跑出來了 當然這個東西 我還沒改 所以都還是 都還是那個 Chris講師的 好 就那麼簡單 所以我送給你的網頁空間很棒喔 你如果 照我的設定方式的話 這個HTML拿掉 第一層其實就是你的Wordpress網站 那如果你自己再去建立一個HTML資料夾裡面擺放你自己的銷售頁的話 那就是你自己的銷售頁 那你說我的銷售頁如果不止一頁怎麼辦 很簡單啊 你就在 一樣 在這個filezilla裡面這邊 你可以 再去開第二個 你可以到上一層這個地方 這個Wordpress這個資料夾是網站更目錄嘛 你就在這個地方 按右鍵 呃 不要選到它 新增目錄 你在Wordpress這個主目錄按右鍵 然後按 新增目錄 然後你有沒有看到 Wordpress底下 新目錄這邊你就打HTML 2 你可以好幾個HTML資料夾 沒關係 這是OK的 譬如說我現在在2 你看2裡面是空的嘛對不對 所以你看我這邊如果打2 會找不到網頁對不對 那 我假設我 我再把剛剛的那個網頁資料丟進來 好 現在在HTML2裡面嘛 我再把剛剛的這個網頁資料丟進來 好 你要記得 index.html 這個是網站首頁 就是第一頁的意思 好 把它丟進來 因為在虛擬主機裡面啊 它會定義index這個檔案 是第一個讀取的頁面 所以你不需要去打這個檔名 一般來講 網頁你都必須要這樣子打 我先把它複製起來 一般來講你都應該這樣子打 那這樣子打完整的這個頁面 因為這是網頁的頁面嘛 打完整的 然後你按Enter的時候 它才會跑出來 好你看HTML2 一樣跑出剛剛我上傳的網頁對不對 但是呢 在虛擬主機裡面 都會有一個設定 就是把index當成它 即使你不打 它也會把這頁撈出來 預設 全世界的虛擬主機都會這樣子預設 所以即使你沒有打這個頁面網址 沒關係 你這樣子按Enter 它也會跑出來 好 這就是我送給你的虛擬主機 很棒吧 你又可以架設Wordpress 又可以使用你這次所學到的 行銷美工魔術盒裡面的 所有做出來的這個銷售頁面 你都可以把它上傳 那這個HTML的最大好處是 它呈現速度非常快 因為它並不需要去讀取程式 所以它出現速度會比這個 Wordpress的網站還要快 因為它不用資料庫啊 不用讀取程式啊 都不用 好 那 如果你們購買的話呢 這個 Wordpress的網站空間 就是送給你們的 而且你們還可以使用這個 FTP的空間喔